大家早安 接下来宣传现场我们持续带你来举照的是解放军在上周14号这一天举行联合立舰2024B围台军演 这军演才刚刚结束没有多久 福建的平潭海事局现在有新的动作了 在昨天晚今天就发布航行警告的讯息 先是警告说从今天也是22号开始在平潭的牛山岛沿海部分的区域要展开实弹射击 同时间也警告说要禁止一切的这个船舶驶入相关的海域 好的 来看到这是根据福建的平潭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指出 牛山岛沿海的部分海域即将展开实弹射击 那这个时间点是从今天早上的9点钟一直到下午的1点钟 禁止一切的船舶驶入到相关的海域 牛山岛这个地方它其实是福建沿海的一座岛屿 而是中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的最近的地方 和台北市的直线距离是大约165公里 岛上设有牛山岛灯塔 这个地标呢它其实是进出台湾海峡船舶 一个重要的驻航标志之一 好 这一回这个福建海事局宣布在这边举行实弹射击 当然跟先前的这个围台军演是不是一系列的活动呢 好 这个可能是有待后续 这个官方可能会有一些进一步的解释 好 另外来看到是台海局势的部分 在上周的中国大陆他们宣布了围台军演2024B的这个军演之后 美加现在有所行动了 美国和加拿大军舰在昨天航行穿越了台湾海峡 而美国海军的第七舰队现在也表示 这个主要的目的是要展现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 但是大陆外交部班人零件在昨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 他也做出了回应 主要是抨击美国还有加拿大 一起来听 台湾问题不是什么航行自由问题 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 挑衅威胁中国的主权和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一个学习 家线